旋转白色开关可自由调节旋转速度 可通过气压表调节所吸压力 剩时针加压,逆时针减压 独特设置U型刀方便套成衣 四根高强度金刚弹簧使发热板发热更均匀 脚盔用以固定收起脚盔 不能可自由移动 当设置为手动时,每踩一次旋转一次 打开电源开关 上下键对温度进行设置 我们设置为150度 再一次按红色按钮 对温度进行锁定 接着设置烫印时间 一样上下键进行设置 我们设置为8秒 旁边这个绿色的是启动开关 黑色这个是自动手动切换键 下面这个是红色挤停开关 这是我们要套印的材料 白色厨衣 将厨衣套入笔板的U型槽 我手上这个是要烫印的图案 正面是有图案的 后面是白色 白色的那面朝上放置在衣服上 按立色按钮启动烫化机 将黑色按钮设定为自动 它会自动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发烫板下压后 温度表会开始倒计时 到那里面的时候会自动松起 我们用的科斯烫化室热丝材料 趁热把烫化纸上面的薄膜撕掉 烫印完成 烫印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